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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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斯文被淘汰了 留下了两个没有独立经济能力的男人 而且我觉得现在观众都很调皮 大家很调皮啊 喜欢开演员的玩笑 前段时间有个观众发微博 at 我说 震惊原来贾号是79年的 看玩笑嘛 我就转发了 我说 我也才知道我是79年的 我蛮以为所有的评论都会是 哎呀 怎么可能 没有 所有的评论都是 哇 完全看不出来 完全看不出来 还有人给我发私信套进户的时候 啊 浩哥好巧啊 你是79年的吗 我爸爸直比你大四岁 我爸直比你大四岁 我就赶紧回答 那这样算的话 我爸直比我大九岁 他都听不出来 你在怼他 他就回我啊 叔叔要你要的好早啊 不是79的 不是79的啊 88年的啊 也不小了 也不小了 对吧 我觉得巴黎会在某一个瞬间发现自己衰老了 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衰老是前段时间和一个97年的朋友吃饭 他在点菜的时候问了我一句 浩哥 排骨咬得动吗 后来就没有点啊 因为真的咬不动啊 但是最让你心酸的不是你自己老了 而是你喜欢的偶像也老了 我最喜欢的一个男团组合叫Wist Life 七十男孩 有人听过吗 我这么多钟了 年朋友们 看着你年轻啊 对吧 他们去年 诶 科普一下 年龄真的不小了啊 平均年龄40岁以上了 去年来北京开演唱会了 我还去看了 门口几个导票的大哥一看就没有做功课 单纯被男孩两个字迷惑了 就拿着票在那儿喊 七十男孩 七十男孩 青春活泼 欧洲Tiff Boys 哎呀 我心想大哥你这个样子票卖不出去的 好吧 真的进场以后粉丝的年龄也不小了 我左边那个大哥把钥匙别在了皮带上面 我觉得我不想看演唱会 我想去街道开会的 对吧 连我的偶像也造不动了 你们看过演唱会就知道演唱会多灶啊 但是西城台还是演唱会 一片祥和 他们在舞台上最大的舞蹈动作就是 干啥呀 成功破浪嘛 也破不了啊 对吧 我就想这啥情况啊 对吧 但是最让我心痛的是 我的偶像已经造不动了 他们唱了一个小时就全场灭灯 就走掉了 我就想一个小时就结束了吗 我朋友很神秘地告诉我 如果我们一起喊Uncle 他们就会回来的 我先讲Uncle Uncle是个啥 是个周语吗 能把他们喊回来吗 我还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我下班了 我领导喊Uncle 我不会回头的啊 你看Uncle我也不回头啊 但是真的全场一万多个观众就开始喊Uncle 有人喊Mr.Life 有人喊 She's my heart She's my heart 李洋大哥 你笑没白出去吧 对吧 但是我无比羡慕 因为他们又回来了 又唱了两首歌 我很难想象 以后你们花钱来看我们的演出 我上台讲段子 讲一半我就 拜拜 所有观众 还说 推票 特别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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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老师别这样 诺老师别这样 哎呀 我告诉你们 现在讲脱口秀真的太难了 我能Q一下评委啊 真的 我奉劝三位以后不要有什么过激举动啊 这真的太难了 演唱会结束以后我心里空空的啊 我走出场地 我本来来追忆我的青春 但我的青春已经不在了 皮带上多了一串钥匙 我还在那一脸不舍得像个傻子一样 青春 我问 安靠 你回来 可能青春就回头对我一笑 排骨咬得动吗 谢谢大家 我想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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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热 我是 老板 中文字幕——YK